所以這樣三層的感光元件它的解像力就會變得非常好 因為它是同一個像素它接收到三種資訊 就是 RGB 三種資訊 給你平常的隨便的 Buyer 那個感光元件技術 你一層一個像素只接收到某一個影像資訊 然後再用旁邊的資訊然後來大概猜出那個是什麼顏色 完全是不一樣的狀態 所以像是這台相機它最高的解 所以這台相機裡面最高的解析 所以這台相機最高的解析度是2000萬像素 那你聽起來好像頗低的嘛 但是你如果把它 那這台相機最高的像素是 那這台相機感光元件的解析度是2000萬像素 那聽起來說好像頗低的 但是如果你用平常Byer濾鏡的那種排列組合的話 你可以印出一個3900萬像素的照片 在一個這麼小的相機裡面 真是頗厲害 重點是你如果真的把它印出來 跟著你一個可能5D可能是4-5000萬像素的相機 放在旁邊你用最高品質的L鏡跟這樣子小小的相機比 這樣還比較銳利 這真的是超級瞎 就是一個你無法理解的狀態 你可以理解啊 但是你就是一個很神奇的狀態 你一個超級貴的相機 然後超級高的像素 超多 像這台相機裡面 像這台相機裡面有 像這台相機裡面的感光元件 像這台相機裡面的感光元件 像這台相機裡面最高 像這台相機裡面最高 像這台相機的感光元件最高就是拍攝2000萬像素 你聽起來好像 我手機都比你厲害 但是它的2000萬像素是 然後就是可以把它 這台相機裡面的感光元件最高是2000萬像素 那是這種3 那這台相機裡面的感光元件最高是2000萬像素 這台相機裡面最高的感 這台相機感光元件最高 這台相機裡面最高的感 這台相機裡面的感光元件最高就是2000萬像素 那它的兩千萬像素是每一個 這台相機裡面 這台相機裡面的感光元件 最高就是兩千萬像素 那你聽起來說 兩千萬像素我手機都比你厲害 但是它的兩千萬像素是 每一個像素有三層的資訊 RGB三層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用平常 Buyer那種運算方式 就是把它攤平的話 它可以印出一個 3900萬像素的照片 其實頗厲害的啦 重點是這個3900萬像素的照片 比你的5D 比你的那種超級貴的 7R Sony Alpha 7R 那種超高像素的相機 然後搭配一個最頂級的L鏡 G鏡之類的 你這台相機竟然可以比他們還要銳利 這個是一個你沒有辦法想像的東西 可以啦你可以想像 你也可以理解 但是就非常非常的神奇 就是重點 就是你如果在 Buyer世界 你可能就是 噢感光元件 就是在那邊 然後你如果要影響解像力 就是去挑一個好的鏡頭 去影響你的解像力 但是 在這個神奇感光元件 三層感光元件的世界 其實 你的感光元件 可以對你的影像 銳利度加分非常非常多 不是單純的 只有去買一個好的鏡頭 就可以拍出一個非常銳利的影像 不全然是這樣 這就是打破一個 大部分99%的人的說法 就是感光元件其實是頗重要的 所以之前我買這台相機的時候 我有做一個測試的影片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我買一樣的 之前我買這台相機的時候 我有做一個測試的影片 就是一樣拿APS-C 因為這台相機是APS-C 我就拿一個APS-C的機皇 然後跟這台相機來PK 然後真的是 這台相機勝出非常非常多 真的是超級銳利的影像 影片在上面你有興趣去看一下